有些误会 我还去司政司告发过他呢 不过后来 我爹重重地骂了我一顿 我才知道 原来好多事情 都是我想差了 请问令尊是 家父是沈悟绝 先任刑部五品郎中 原来是沈悟绝沈大人 如此说来 我得恭喜你 令尊前一阵子身先士卒 刚刚破获了一出贪婢答案 而昨日呢 皇上刚刚提点他为四品刑部主事 真的吗 你在内宫 有很多事情你不了解 太好了 谢谢长广王殿下 告诉我这个消息 以后我一定跟着陆大人 把四一丝大小事物 处理得头头是道 好 那我就等着你们的好消息了 殿下等等 谢谢娘 公诉殿下 他真的什么都没有做吗 听着他的人还说 那个阿碧手边挺灵活的 还在中阳殿的长氏宫女面前 帮大人说好话呢 那个长氏宫女 听得脸笑得跟朵花似的 她这么聪明 应该好好重用重用 你以后再多让她做些大事吧 是 想那么多干嘛 人家知错能改 便是一件好事吗 我放在枕头下面的手绢 你看到了吗 是啊 我收拾床的时候看到了 上面全是你 我正想帮姐姐洗干净呢 不用不用了 不用不用了 大人 前些天 你让我清茶医库的时候 我发现了好多陈年的段子 都已经发霉了 我已经清了出来 而且都像宫里爆了损耗 发了霉的段子也可以用啊 不然不是很浪费吗 是 这个我也知道 所以我已经叫人 把他们还可以用的部分挑了出来 那他们做鞋子袜子的时候 就可以不用领新的布匹 这样就可以节省些开支 你做得很好 不当家不知油盐贵 以前我也不知道这些 后来吃了一点苦 也就慢慢的明白了很多道理 大人小心 大人小心 阿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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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穿太医 阿宾 快来人呢 阿宾 快来人呢 阿宾 阿宾 这个就是 就是 这好好的架子 怎么突然就塌了呢 奴婢看过了 那架子的木头看起来不错 可里头早就被白蚁住空了 今天也不知道怎么这么碰巧 偏偏断在我们面前 这每一个木头都有好几十斤重哪 要不是阿宾 我早就 太医大人 阿宾他怎么样了 他胸口有些淤血 头上的伤也不轻 不过他已经醒了 好好地调养几日 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碍 谢谢大人 谢谢大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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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阿碧 你怎么样了 我没事 阿碧 你都是为了我 才受伤的 大人 你不必放在心上 阿碧想过了 这恐怕是罪有应得 以前阿碧不懂事 害过你 现在 老天已经在惩罚我了 不不不 你别这么说 过去的事情 就让它过去吧 不要再提了好吗 本来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宫女 是劳动不了太医的 不想会得到这样的照顾 多谢大人的关怀 阿碧敢记不记 你是我的好姐妹 我当然要想尽各种办法来救你了 真的 你 你真可以还把我当姐妹 嗯 我们不是一起进宫的吗 奴婢不配 奴婢只是一个宫女 宫女又怎么样了 我不也当过宫女吗 阿碧 我不该怀疑 让我们把以前的事都忘了 以后重新做好姐妹好吗 真的 我好高兴 我真的好高兴 陆姐姐 你真可以原谅我吗 嗯 你可别哭了 病人是不能哭的 我病一小 以后啊 你就叫我阿珍吧 嗯 等你病好了 我还有好多事情需要你帮忙呢 你要好好养伤 先好好休息吧 嗯 来 来 你们好好照顾阿碧 有什么需要的 尽管跟我说 是大人 慢点 哎 染得差不多了 是啊 你看行吧 不错 你的伤害疼吗 不疼了 那天多亏你了 啊 没事 姐姐 我把你要的东西拿过来了 你啊 这是越来越懒了 就这么两步路 都不肯走过来 我不是懒 我是看到你跟阿碧这么好 心里有点不舒服 虽然他现在变得挺好了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有些问题 反正你留点神 别让他到时候又烦咬你一口 你想哪儿去了 他都舍命救我了 还能对我怎么样啊 你都忘了 他那会把你逼上绝路 是什么样子 做人不能这么小心眼 有几个人能保证自己问心无愧 什么亏心事都没做过呢 我说不过你 反正 我就是不喜欢他 给上师大人请安 给上师大人请安 这不是阿碧吗 奴婢正是沈碧 大人记得阿碧 当然记得 我还认识他的父亲 沈悟绝沈大人呢 怎么特意把阿碧给带来了 对了 我找你过来 本来是想商量这几天宴会的安排 你们私一私 要把后宫各位主子们的 五色彩衣安排好 上师大人 我正想向大人请教 各公主子在这方面 可有什么不同的忌惠喜好 太后娘娘 她一直不喜欢太过花哨的五色彩衣 皇上 她是一国之主 所以龙袍 也不能有其他的颜色 带个五色荷包也就行了 至于其他主子 倒是没有听说过 有什么忌讳 恕奴婢多嘴 崔德飞娘娘的生辰 好像就在当天 你倒是提醒我了 德飞娘娘的生辰 还真是就在那天 所以到时候 她的五色彩衣 一定得隆重一点 毕竟也是四妃之衣 到时候衣服的颜色 不能太肃静 好的 我都记下了 你这个小丫头啊 你的记性还真不错 下官就是担心事多 再带她一起过来 最近我都有些离不开她了 你是个肯提拔人的上司 阿碧跟着你 肯定有好日子过 奴婢给司贞大人请安 原来你还记得我呀 我以为你攀上高枝 就忘记我这个过墙梯了 奴婢哪敢啊 要不是您把奴婢 提拔成一等宫女 奴婢现在恐怕还不知道 在哪儿苦哈哈地受罪呢 我看不是吧 你现在天天跟在陆珍后面 就跟一只狗似的 我看哪 你是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大人 你这就是误会阿碧了 阿碧和陆珍仇身四海 我要不好好地撕一撕敷衍她 恐怕现在连骨头都没有了 前些日子 她还特意排人监视我 幸亏我把她骗过去了 这几天才对我放松一些 要不然我哪儿有机会 来撕宝撕看大人您呢 是吗 那这些天 你再撕一撕 又干了些什么好事啊 大人您不在 我能干什么事 不过大人 陆珍已经对我很相信了 不知道大人 是不是有什么新的计策 我 我还没有想到什么新的主意呢 月华叫我最近低调点 别再老是针对陆珍了 那么沈大人 不知道阿碧 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 你快起来吧 谢大人 我知道你消息灵通 你帮我打听一下 表哥殿下 最近在做些什么 这些天 他都不太理我 我也不方便去修文殿 奴婢倒是有一个好消息 过两天 宫中有一个宴会 常广王殿下肯定会出席 是吗 月华芳华 你们俩快帮我想想 到底穿什么好呢 阿碧说 表哥殿下肯定会参加宴会的 我一定要比全宫的女人 都要漂亮 小姐 雨漆想想穿什么 不如想想送什么 送什么 如果送新上人一件礼物 我看小姐不妨也 对对对 我应该给表哥殿下送件礼物 那你说送什么好呢 我送马宝剑吧 或者给我表哥 要一匹军马 小姐 你怎么晕了呢 最好的礼物 不应该是衣袋吗 衣袋 我懂了 如果常广王殿下 接过你的衣袋 那小姐的心愿 岂不是从此就圆了 对对对 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可是 我听说 这个要亲手做呀 但我连绣花都不会 怕什么就是个意思 奴婢做好后 小姐再绣上几针 不就万事大吉了 嗯 殿下 陆大人送来的荷包 不是还有很多吗 给我一个成不成 我也这点福气 一边去 当年不是也给你做了一个吗 他那个手艺我看不上 老虎绣得跟病猫似的 不好看 贵妃娘娘到 参见贵妃娘娘 参见长宝王殿下 你找我有什么事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吗 你要找我的话 可以让王玄和阮年带话 我这里楼市的眼线众多 万一被他们发现的话 你现在 把我像脏东西一样的闭着 走路都绕着寒光殿走 不来这儿 我又能在哪里见到你啊 去去去 多下去下去 阿湛 你骗我骗得好苦啊 你说陆珍不喜欢你 你说要我不要再对他出手 可是我的人却告诉我 你最近经常去清净殿 你还说 他是除了我 你最后喜欢的人 可是我却听说 沈国公的千金进宫来 就是为了嫁给你 你说了那么多的假话 不觉得累吗 我觉得我上次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俩之间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跟哪个女人好 都跟你没有关系 你的心真狠 你就不怕我伤心吗 我上次说的话依然有效 你如果执迷不悟 一定要加害陆珍的话 休怪我无情 我有那么笨吗 虽然你对我无情 可我就是忘不了你 你到底想要怎样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 从今天起 我会用我的方式 把你一点一点地抢回来 放心 我绝对不会动手去伤害你的陆珍 只是 你肯定逃不出我的无耻山 你别这样 玲珑 阿碧 你们说什么样的五色彩衣 既新奇又不花上了 您是在想太后娘娘的彩衣吗 我看了以往的彩衣 发现颜色都是五彩斑斓的 难怪太后娘娘不喜欢 这可难办了 既然是彩衣嘛 怎么会不五彩斑斓 是啊 我也想了半天也没什么主意 我倒是觉得 太后娘娘之所以不喜欢穿彩衣 是因为她的年纪毕竟大了 而在宫里的妃子 她们都很年轻 自然穿其彩衣如花中蝴蝶 可是太后娘娘讲究的是典雅 是庄重 是尊贵 所以我想 我们要不要想想办法 找找什么衣料 能稍带点颜色 可又不是那么打眼的 有了 快跟我去库房 你看 这一匹 这一匹 还有那一匹 这些布料颜色呢 都比较淡雅 我在想啊 索性给太后 多做几件单衣 每件都是素色 再一层一层搭配起来 这样既大方典雅 又不会让人觉得眼花缭乱 当然是看了汉朝的画像 才想到的吧 那个时候 确实有这样的穿法 对啊 阿碧 你也想到了 这样的穿法 倒是不错 只是 五层衣服 毕竟太厚了 要不然 要不然我们索性 用这种软烟螺 这样十层八层的 也不会觉得累赘 软烟螺 对啊 阿碧 你想得真是太周到了 对了 万云 南郡刚得匡荔枝 我已经派人送到寒光殿去了 今天晚上啊 朕就过来尝尝鲜 陛下圣驾光临 臣妾不胜荣幸 太后娘娘驾到 恭迎太后娘娘 平身 母后 您今天的彩衣 可谓是气度非凡哪 你看 太后娘娘这么一穿 整个院子里的绝代加厉 都被她给比下去了 住口 皇上在呢 也敢胡说 无妨无妨 朕也觉得 母后今天的穿着 简直就像传说中的 西王母一样 华贵大方 是啊 微臣今日见了太后娘娘的风姿 才明白 什么叫做国母风范 什么叫做绝代风范 一国之母 只能是皇后 哀家 还等着皇上 赶紧娶皇后进宫 好让咱们皇家 开枝散叶呢 母后 陈典氏啊 我越听你的话 怎么越觉得不对劲啊 表面上 你好像在夸太后娘娘 其实啊 你明明是在夸奖你自己嘛 大人哪有 虽然太后娘娘的彩衣是出自私医私 但是都是陆掌师一手操办的 微臣也只是挂个名罢了 哦 这件衣服是陆贞做的 果然别出心裁 陆贞何在 陈在 皇上 说说 你做这件彩衣的构思 是 因为每到节日 人人都要穿着新彩衣过节 可这彩衣过于色彩斑斓 平日里都无法穿戴 如此一来 几千件坐下来 却只能穿一次 未免也太过于浪费了 而今 皇上在前朝提倡节俭 我们后宫自然也应当效仿 所以 微臣就特意向太后娘娘 献上这全新的五色彩衣 每件衣服都是单色 这样就算节日过后 平日里也可以穿戴 说得好 如此为我们朝廷着想 真是难能可贵啊 皇上 后宫有这样的女官 是我们大齐之福 哀家想替她 向你讨个赏赐 母后之令不敢不从 袁伯 在 班阵的旨意 从明年开始 宫中所有的彩衣 都分为五层单色 不再另置其他彩衣 是 司医司长是陆真 敬忠职守 德行出众 朕 克进你为七品典氏 陆真 还不谢恩 谢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太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平身吧 谢皇上 既然陆真已经升了官 陈典氏 我想以后司医司的事情 你也不用再管了 是 大人 陆真啊 以后司医司那边的事情 都交给你了 下官定当尽心尽力 公主 你还好吧 放心吧 就楼上是你点倒好 还气不到我 不过我想 站得远一点 这样 能够看到更多有趣的事 是 失陪了 我先离开一下 一会儿叫我 是 阿璇 那个宫女叫什么 她叫阿璧 思医思的一等宫女 现在是陆真的亲信 以前是陆真的仇人 那倒是挺有趣的 来 流露 在这里帮我守着 千万不要让别人起来 放心吧 我肯定眼观流露 耳听八方 绝对不会让人打扰你的幸福生活 好好好 快去 沈大人 您怎么在这儿啊 我刚才明明看见表哥殿下在这边的 不成不成不成 您不能过去 长广王殿下他在 在什么 他 快让开 我真的有事找长广王殿下 他在方便 对 他在方便 你也去吗 嗯 表哥殿下 他欺负我 还不快滚 快去告诉外面的人 本王想换个地方赏花 赏花 你不是说 哈哈哈哈 自命 山大人 我看 殿下确实是在方便 在方便 佳明 找我有什么事啊 呃 咱们去那边说吧 这边有点儿 走 这里总可以说了吧 你先到那边去 是 表哥殿下 我有一件东西 想送给你 佳明 这个东西我不能收 为什么呀 你听我说佳明 其实我一直是把你当妹妹来看的 这根一袋啊 你还是送给别人吧 我 我不信 你要是不喜欢我 干嘛把我带进宫里来啊 公主表姐都跟我说过了 以后 我是要跟你 佳明 你现在是朝廷命官 可不能像在国公府里那样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 徐驸马才是你的表哥 请你以后 还是叫我常管王殿下 我 佳明 好不 应该叫沈大人 小姐 小姐 殿下 我告诉路大人别过去了 可你们的声音太大了点儿 先下去吧 你来了 刚来 不过 也够看一说好戏的了 好了 好了 我们好不容易出来说说悄悄话 到那边去说 嗯 来 小姐 你消消气 被别人看到了可不好 哪会有别人 沈大人 我们贵妃娘娘在亭子上看风景 有请大人上去一起 贵妃娘娘 我跟她不熟啊 贵妃娘娘如此盛情难却 沈大人自当遵从 还请姐姐在前面带路 沈大人请 你不是说贵妃娘娘会在这儿吗 怎么没有人呢 此处风景大好 请沈大人慢慢观赏吧 你竟敢耍我 哎 小姐 你看你看 陆震这个贱人 我要杀了他 小姐 你要冷静 我怎么冷静啊 难怪他不肯是我的衣蛋 原来 是被陆珍这个狐狸精给迷住了 小姐 小不忍责乱大谋 陆珍刚刚才生了七品 而且 长广王殿下现在就是被他迷住了 你要是现在冲过去 只会自己倒霉啊 那我怎么办呢 我要杀了他 说金下 啊 啊 啊 哦 佳敏,是我。 表姐,她怎么能够那样对我呢? 好了,别哭了。 你哭有什么用啊? 这有什么好哭的? 我对她那么好,还给她绣了衣袋,结果她看都不看。 凡和陆珍那个狐狸精,我狠不得跟她拼了。 住口,这些话是你该说的吗? 想想你的身份。 你现在是堂堂六瓶女官,未来我们大旗最尊贵的楚飞。 动不动就骂别人是狐狸精,还要跟人家拼命,成何体统? 表姐,你是说我还能跟禅光王殿下? 不错,能配得上阿湛的,除了你就没有别人。 这一点我已经警告过阿湛了,她全都明白。 但是佳敏,你要清楚一点,阿湛毕竟是储君,未来他身边肯定少不了各种士切侧妃。 如果你连这点性情都没有的话,将来怎么母依天下,怎么以德服人啊? 我… 我… 嫉妒是女人最大的弱点。 你那么尊贵的身份,何必去招惹她,让她生气呢? 你只需要见面的时候,对她温柔一些,客气一些,她自然也会尊重你的。 等到圣旨余下,你就是那板上钉钉的楚飞。 用得着现在哭天巧地,大失身份吗? 我也不是有意要去撞破他们的。 是贵妃,是贵妃派人叫我过去看什么风景。 这件事,有话已经跟我说过了。 嘉明,听我的话,以后离贵妃尽量远一点。 为什么? 事到如今,我就不瞒你了。 反正这件事,宫里的老人都知道。 萧贵妃,在没有嫁给当今皇上之前,和阿湛一直是青梅竹马。 那表哥,现在还和她… 阿湛早就跟我说过,过去的事,她已经放下了。 只是萧贵妃那里还有心结,她手段又多。 所以这些年,阿湛一直是孤身一人。 表哥殿下,他那么可怜呢? 这些话,你自己知道就好了。 千万不要炸炸糊糊的。 更不要跑到阿湛面前去问东问西。 你要记着,萧贵妃这么做,肯定是没按什么好心。 你我也想看,阿湛绊子。 她也是其实是第二天的。 而且,我变成了一生。 我终于先到处理,她 brains三十。 你姐姐看见法并是否,她是否贵她。 阿湛多了,她是否, 你如果否贵她,我们对你赴得拍影。 你不想是否贵了她。 还对我。 咨再来,你不想是否贵她。 阿湛终于探索。 你不是吧? 三十年沉酿的好东西 长广王殿下一喝就醉了 到现在还没有醒呢 跟死人似的 别别别 你看我这臭嘴吧 我就不会说话 我说错话了 您别介意啊 你啊 早晚得死在你这张嘴上 算了 那我出宫了 等长广王殿下酒醒了 你告诉他 有空出宫找我一趟 没问题 公主殿下 你这边怎么办 慢点 我就说嘛 只有原路这个皮猴子 才能治出黄金 鹿姑娘你到底要怎么爱你 去年轻人 成长广王殿下酒